欢迎回来今天大世界话题 我们要带您来看看 这个是蔡英文政府 因为税收超乎预期 这个是总统这样讲 所以她说考虑 看怎么样把红利再分给人民 所以就有一个想法说 发红包发现金给人民 发红包这档子是 这个要发多少 发给谁 你怎么发 都是考验 所以蔡政府 又临时喊停了 不过我们就来看看 其实有一些其他政府 他们真的发钱 人家怎么发的 但是发红包发到极致 应该是问来 所有人民几乎都是 国家养大的 而且是好好养大的 不是讲说什么 女生要富养 男生要穷养 这样以后他们 才会好好长大 但是问来 对每一个人民 每一个孩子 都是富养他们 福利措施好到 让人非常羡慕 待会就带您来看 那我们先来看看 这个发现金红包 给人民的政府 有哪些 包括新加坡 香港跟澳门 我们来看看 他们怎么发 好 那么民意差不多 都一样 就是政府很有钱 然后呢 或者是政府 今年多赚了一点钱 我口袋深 雨露均沾 所以跟所有人民分享 那其中呢 澳门最有名了 澳门很赚钱 大家都知道嘛 这个到澳门去 一定要赌两把 对不对 博弈事业赚大钱 那当然呢 这个澳门政府的税收 也当然很有钱 所以呢 澳门政府就跟人民分红 从2008年开始 一直到今年 12年了 每年都发红包 而且呢 这个政府多少钱 我们就一定比例 就发给大家 一年比一年发的还要多 像2019年 今年最多 永久居民呢 大概可以拿到 新台币三万八 哇 这是一个大红包 一万块钱澳币 那香港呢 香港不是年年发 它就是 口袋比较深的时候 就发一下 去年2018年就发 他们推出了 这个新冠爱共享计划 有条件的 不是每个人发 这个澳门是每个人发 香港没有每个人发 香港你要有条件 比如说你要成年 你要18岁 那你要有香港身份证 然后呢 刚没讲 澳门是 你不是澳门定居的 但你住在那里 它也发给你 只是发少一点 好好 我刚才搬去澳门住 好 那香港呢 它是有条件的发给你 比如说你没有领任何的津贴 你也没有缴薪奉税 也就是你的薪资 在一定水准以下 那就发给你 然后呢 2018年发了 4000港币 和台币大概 15000块钱 快16000左右 发给大家 另外新加坡呢 一样的道理 它也不是年年发 它就是 某种特别的状况就发 那2018年 为什么发 因为呢 它说政府的预算盈余 他们这个没有透支 而且预算还剩下钱了 盈余很多 新加坡币高达96亿 快要100亿 所以呢 就发给大家钱 那用收入区分 这个发不一样的 红利红包钱 最多最多的 可以拿到新台币 6900块钱 所以呢 这个就看到了 这个都是亚洲地区 政府直接发现金红包 跟人民共享利润 用斗趣广告声传 红包即将从天而降 新加坡公布2017财政年 政府预算盈余高达96亿行币 约台币2200亿元 在2018年 把好康回馈成名 新加坡政府因此决定 派发总额为7亿元的 共享增长花红 每名21岁及以上的国人 都可获得100至300元 新加坡政府开源有道 除了政府主权基金投资之外 还加上印花税税收 充实的国库 就有条件跟国民分享成果 发放红包条件 以收入区分成三等级 年收不到28000新币 约64.4万台币 可以获得6900台币的SG Bonus 年收超过10万新币 约台币230万元的国民 则会收到2300台币红包 不过新加坡财长强调 预算盈余不是年年有 全民红包也只是一次性发放 每人可以获发 一笔为数4000元的款项 2018年3月 香港申部推出 新关爱共享计划 年满18岁持有香港身份证 没有领取津贴 没有缴交新奉税 符合条件就能领取4000港币 约台币1.6万元 而香港早在6年前 就实施过全民派遣的6000计划 当时共发放370亿元港币 和台币大约1579亿元 澳门行政长官崔世安 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 建议向每个澳门永久居民 发房1万元 交9年多1000元 澳门人从08年起 每年都有红包领 部分收入一年比一年多 2019年永久居民 可达到1万元澳币 分通将近4万块台币 非永久居民也有6000元澳币 等于台币约2.4万元 红利来源当然就是彭博的博彩业 要给人民吃红 先决条件就是国库口袋要深 从税收规模来看 澳门2017年就有585亿台币 人口却只有62万 香港税收则有1.3兆台币 人口有739万人 而新加坡有1.15兆台币税收 人口是561万 尽管台湾2017年税收有2.23兆台币 但人口多达2300多万人 也就是说想要人人有钱拿 除了人口分母不能太多 政府本钱也要够雄厚 三地新闻综合报道 好 这是发现金红包 不过提到了在亚洲地区的福利最好的国家 一定就是汶莱了 汶莱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 那么今天我们带大家来看看 你就会觉得好羡慕 我们如果投胎在汶莱 可能此生都躺着过 好 我们来看到汶莱 它其实是得天独厚的 它就是非常富含石油 在东南亚它的运含量是第四名的 那天然气它的运含量是世界上排名第二 人均收入的GDP 这个每年2017年是28290美元 这排在东南亚第二名 另外它的人口其实蛮少的 人口就是43万人 那43万人跟台湾相较之下 大概就是台湾2%的人口了 那因为它的人口很少 所以它要赚很多钱 那当然分给大家 我们要带你来看看 你当问来人 你有多幸福 首先不收税的国家 个人所得税 完全不用 什么都不用 然后我们很多税 中国民国万万税 很多税 你这个所得所得税 你投资股票 你证交税 然后你这个房子房屋税 然后还有增值税 好多 它不用 都不用 然后你买车 不是还什么燃油税 不用 不用 通通不用 然后呢 它就照顾你 你出生 呱呱落地之后呢 开始政府养你 好 从最小最小 你刚生出来 你要好 妈妈要去医院 对不对 产检 开刀 伸包 对不对 看病免费 那你如果要手术的话 就收你 意思意思啦 收你一块钱的 问来币 那问来币跟台币怎么比呢 大概就是新台币 二十三块钱 你如果要动手术的话 就一块钱 二十三块新台币 就一块钱 那你平常看一个小感冒 头痛 背痛 腰痛 都不用钱 你都到医院去看 通免钱 然后呢 你从小到大 这个所有的注册费 教育 通通政府帮你出钱 政府教育你 从幼儿园一直念到大学 你学费全免 那如果你说 我就是这么有上进心 我要去看看这个世界 世界好大 我要去看一看 好啊 那你就去看 你要去这个 别的国家去念书的话 那政府补贴你 那就没有全额了 那就补贴你 但是你很有心 所以政府要帮助你 所以补贴你 然后呢 你要开车 车价很便宜 那就不说了 你要买油 因为他们自己产油嘛 所以油很便宜 每公升就十三块钱 新台币 而且他们不会涨价 不像我们每个礼拜五 你就要看那个浮动油价 这个礼拜又要涨 还是又要跌 然后如果接下来油价涨 你赶快开车 赶快去加油 不用 反正他们永远就十三块钱 新台币的油钱 一公升 然后你说住呢 不是买房子很困难吗 对不对 年轻人难买房子 他说不用啊 我给你住啊 我们国宅啊 我们台湾的国宅 长什么样子啊 就小小一间嘛 对不对 就国宅嘛 那你也不用期待多好啦 就国家分给你的能有多好 他国家分给你别墅住耶 好大间哦 就大一间哦 然后呢 你要月付就是五千块钱 新台币 就是你的租金了 哇 很便宜耶 所以呢 这个在这个问来 等于是每个国民都非常舒服 然后你如果要养车 反正刚刚提到 没有什么燃料税 燃油税 什么什么 阿萨布鲁税 通通没有 一年大概就是两百块钱左右 维持你的车子的状况了 所以呢 这个问来人 他们的社会福利做得非常周到 城市干净整洁 没有过度的喧哗 这里是全球福利最好的国家之一 问来 哼着取掉不需太过于烦恼生计 问来公民人均所得 一年高达2.82万美金 等同台币84.8万元年收 而且一辈子不用缴税 只要好好过生活 基本支出交给政府买单 问来人对君主的爱 并不是没有理由 福利不深美举 包括小学到大学毕业 全部学费由政府帮你出 假如还想出国深造 政府补助一样少不了 医疗方面 意思意思只收一块钱问币 合台币只要23元 等于是免费照付人民健康 即使要出国治疗 全部由政府买单 其中还包括一名亲属 陪同前往治疗 食宿费用全部免费 问来国土大约 5700多平方公里面积 仅仅等同高雄和屏东的组合 人口41.7万 大约也只是台中级彰化加起来 但问来境内却拥有 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 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90% 这个国家坐勇金山 人民各个宛如上流社会 三里记者也曾经到访过此地 青年见证 同样是房子像这样子的 两层楼建筑物在台湾 我们可能称它叫做透天错 或是叫做别墅 不过在这里我们所在的问来 这只是政府给人民 最基本叫做国民住宅 房子各个摆平起跳 含土地总价8.2万问币 等于台币不到200万元 房贷30年完全免期 每个月只要付5000多块台币 前三个月还能免费试注 升去了不少支出 让未来人民口袋饱饱 每个家庭也几乎都有好几辆车 955000汽油 一公升却大约只有台币12块钱 比矿泉水还要便宜 从十一住行生老病死 未来政府照顾人民无为不治 看得外界不惊 佩服又羡慕 三里新闻传台报道 不要做你的 来 终于 散